既然陳時中也已經說了 可以隨時公開 就請今天公開 從高端開始公開 他願意嗎 他敢嗎 久違現身立院黨團記者會 蔣萬安滿腔怒火 為了疫苗合約保密爭議 和陳時中隔空交戰 塗黑的包括疫苗價格 進獲騎乘和採購數量 身為疫苗調閱小組召集人 蔣萬不滿陳時中 把鍋甩到自己身上 更爆料在合約中有例外條款 明定政府機關包括國會 若想調閱資料 衛福部只要通知 對方公司就應該提供 我當場也提出了質疑 陳中便知之烏含混其詞待過 就是不願還原 當時未經遮蔽塗黑的合約 畢竟他也沒有當過行政官員 我想他對這東西的不了解 我們是可以諒解 去年兩調閱小組 跟我們的準備 這樣整整幾乎一個會期 那等於都浪費掉了 這話說的酸 而蔣萬也批評監察院3加11報告 沒有公信力 卻遭陳時中炮轟選舉選風了 他最近脾氣很大 應該是因為被踩到痛點 公開透明就是他的阿基里事件 所以只要誰提到他就會跳腳 口不責言 兩位候選人市長擂台戰光 疫情就打不完 TVB的新聞劉維俊珠光紅中台 一律聽台北參謀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